嗨大家好,歡迎收看布蘭字板凳 比較嘻哈的MV裡面 他們都很喜歡穿金帶銀 金光閃閃的金錶 基本上你在這個價位帶很少可以看到 他做這樣整支金色 用很便宜的價格 就可以買到一支機械錶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支錶 Bomberg的BB68實音計時碼錶 它是只有金色的錶殼 配上黑色的皮殼錶帶 黑金配色也是以經典的配色 再來我們看到因為它的計時按把 不像一般的計時碼錶是在錶殼的側邊 它是在上面 從側邊就可以看到它的錶殼線條 是一個往上傾斜的 這樣它的12點鐘方向才放得下計時按把 當你戴在手上的時候 因為錶盤稍微有點傾斜 所以你看時間也更方便 那跟上一支錶一樣 我覺得它的錶圈在金錶非常特別 尤其是在這個價位帶 因為這支錶的話 它是做三角坑紋下去設計 然後它的指針啊秒針 也都是用金色下去設計 面盤的高低起伏也蠻有程式感 那價格是28,600 喜歡它這種配色的啊 或是它這種設計風格的錶友 我覺得就蠻適合的 好 接下來的話第三支是這支 一樣是全金的 型號是A500 WGA-9D 怎麼那麼難念啊 你只要在卡西歐 金錶就大概可以找到了啦 這支錶是全金色的錶 各位觀眾如果有跟我一樣 很喜歡聽一些饒舌歌 常常看他們MV的話 雖然可能不一定是這支錶 但是卡西歐這個金錶系列啊 其實非常常出現在各個饒舌的MV裡面 或者是一些穿搭照都會常常出現 所以這支其實也算是 潮人必備的一個單品之一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支錶的價格大概就在1500塊上下 算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入手的一個價格 基本上你就買來時間也不太用調 太有鬧鈴也不用調 只買來搭配 這樣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風格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Brian開箱 那今天Brian要開箱的是呢 卡西歐的G-SHARK 這支就是最近很紅的 6月才上市的GMW 之B5000CS 那這個系列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就在兩年前 卡西歐在這個系列推出的兩款 非常非常非常轟動 搶都搶不到 甚至還吵架賣的 一樣是G-SHARK B5000系列的 一支是全金色 一支是全不鏽鋼色的 當初那支錶出來之後 其實蠻多一些大咖的藝人 我也都有看到他們有佩戴 比如說前一陣子很紅的時間管理大師 羅姓吳王 他在娛樂100%就非常常帶那支GMW B5000系列 不過他是帶銀色的 雖然我很想要借那支全金色的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因為他實在太紅了 他兩年前根本連買都買不太到 所以我們介紹了三款金錶之後呢 我們同廠加印這支今年的新款 雷射光雕 各位可以看到整支手錶上面 都是這個雷射光雕的方格 甚至連錶盒外面 還有打開錶盒之後 裡面也都是雷射的網格 錶整的側邊也是 整個就是滿滿的雷射光雕網格 就很有那種科技未來感 那我們知道方格也是在穿搭上萬年不敗的元素 卡西歐這次就把它應用在手錶上面 推出了整支是黑色不鏽鋼的錶款 那翻到背面我們可以看到他連背面的外圈也都是有網格的設計 那價格是24000塊 其實不然覺得是一支很有個人風格的錶款 也很好根據你的穿搭去做搭配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店上去看看實錶 他現在已經上市了 好 那以上四支錶呢 就讓大家可以根據你的穿搭 或者是你的日常風格去做搭配 以上就是我們小支HIPHOP穿搭錶款推薦 小的主也可以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又可以擁有百變的穿搭風格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錶款就到這邊 拍好了嗎 正在拍 這樣我進得去嗎 你有進來嗎 你那麼大支進不來嗎 快點 你趕快換我 我都已經在速度了 在速度了是不是 是不是啊 我們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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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下拍多久 好 是是是 我趕快我趕快 那我們謝謝剛剛 國大的客串演出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錶款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